荣幸天下 北约 这次的北约的峰会 我想这两人大家都谈很多了 这些细节的部分大家自己去找 新闻吧 你怎么看这次北约 这次北约峰会跟以往 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因为 就我个人的所认知北约就很少在这种 发生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气氛当中所举办的 因为北约要开个会要到西班牙这些决定 都是一年前两年前就已经决定事情 不可能临时为了这个军事冲突说 所以说这是北约的话 他们感觉到这个时代感特别重 就是面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这个北约是一个我称之为互相绑架的机构 这个世界现在目前为止有一种 有种道德美学 就说一种政治政治正确性啊就很明显 你到了北约去以后大家在一起啊 每个人都要表现的勇猛啊 就没有办法说是不要再打了啊 就是劝泽林斯基上台吧 就是上谈判桌吧 都就这个话说不出口 所以说这次北约的话基本上呢 失去了这个起码的自由啊 就是大家讲的 第三点我觉得蛮奇怪 就是说目前的军事冲突是俄罗斯嘛 对不对 但是北约这次特别搞到大了大陆 称为这个叫做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挑战 这个系统性的挑战是跟我们哲学相关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系统本身是个哲学字眼嘛 大陆的的确确构成了欧美国家的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那是什么挑战呢 那是因为文化不同 所以的话呢 你在政治社会经济所展现出来的风格不同 但是这不叫挑战 这叫做选项 嗯 这个选项英文叫Altality 就是说他跟你不一样 然后他又不一样跟你学 但是欧美国家认为说 你跟我不一样你就得消逐势力 你就一定得学 你不学你就不听话 不听话呢就叫做系统性挑战 系统性挑战的话呢就是 俄罗斯就立即的威胁 然后他们特别强调 这系统性的挑战其实更危险 这个这个这个讲到什么逻辑 所以这三点讲起来 让这一次的北欧峰会的话呢 因为第一个就是战争期间 大家都很怕热火上升 那然后里面就是 最后来变成重点就是要说服土耳其 让芬兰跟瑞典加入 这是号参最大的消息 原来我讲的那三点 大家都心知肚明 也不好意思多谈 也不能不谈 也装个样子 那就是说谈了以后呢 就表示我芬兰跟瑞典我不怕 那这样的话呢 那其实这个 这个普丁也讲得很清楚啊 就你们要加入北约没事了 但你不要你不要把武器搞到我边界来就对了 就是否则你自己要负责后果 那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原来应该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结果北约呢就弄成这样 当然你原来有强调说你原来对北约的认知啊 就是他问谁 我本来的认知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从1983年在布鲁塞尔住的时候 北约根本就是一个防御型的单位 没错 那个时候的比利时人啊 我同学啊 一聊起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叫苏联的华沙公园 下的要命 嗯 我跟你讲一个事实 1991年的12月25号苏联瓦解以后 到了1992年的三四月 我们鲁文附近有个军营 就把装备拿出来卖了 哈哈哈 后来没有多久这个F16都卖了 哈哈哈 觉得没有威胁了 留着干嘛呢 没错啊 北约就应该这样啊 比利时的兵役制度就取消了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本身是有这么一点女性化的倾向 他尝试要变性 在变性之前 他很苦恼 因为只要是男性就要当兵啊 后来他跟我讲说没事了 现在取消制度了 没有兵役制度了 这是我印象中非常强烈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产生感觉啊 其实也就是要说明 原来北约根本就是一个防御型单位 那既然威胁没了 那我们这边何必浪费这个钱搞这个 你要知道在欧洲是社会福利国家 你如果拿去开军费这个福利就减低了 那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那个税已经够重了 所以欧洲国家是折腾不起的 美国的话呢就是让穷人来当兵啊 我不晓得美国的这个社会福利好到什么程度 但是欧洲的社会福利 能够维持这个高所得高消费的情况 就是在于没有国防上的支出嘛 那国防上支出非常可怕啊 你现在一搞到这个百分之二的这个GNP 你知道像比利时英国他们的通货膨胀比美国还严重啊 对目前为止对对不对所以说大家经不起这样折腾吗 是不是啊就可以了解好我们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啊 当他三件第一个就是说要我我我我称之为就是说 每年开一次的西方的融团会啊那他就是个融团会来交新的 那你说在部队里我们开融团会呢 开以前大家是不是团结开以后说团结那不管 但是大家演一场戏融团会的在当时那一定呢要透过某一些的口号 他还要凝聚共识对你凝聚共识给他看起来觉得这个连连队呢是一条新的是可以的打仗的 他这个融团会他这要应对了俄乌冲突 所以对俄乌冲突呢一定要有一些的表白 每个人都愿意的跟着美国 那尤其呢你看到刚刚那张的团体照美国跟英国站站在一起 英国已经不在欧盟里面了欧洲事务的英国已经讲不上话 英国现在对欧洲的操作是透过北约 他是透过北约而且因为英国因为美国 他们一定极力的压抑欧盟而拉抬北约 希望让整个西欧变成是一个军事化的建制 而不是一个经济的或者寻求那终极的政治统和的建制 所以你看到这种照片的排列的方式的时候 他都代表着欧盟的弱化 欧盟越来越难对欧洲的命运了讲讲讲什么话了 这三三十几个这三十几个国家三几个人里面 有二十一个国家跟欧盟是重叠 欧盟才二十七国 二十七国里面二十一国都都重叠 你觉得欧盟还有有机会吗 没有那第三个呢他要他处理什么 他在这次除了芬兰瑞典进来 另外的当然就是谈到了中国 对中国的开始出现 你刚才讲系统性挑战的描述 有一个正政治的哲学的问题 这个我也要问你 你在欧洲待很久 其实其实近代的国际政治跟国际关系的所有的论述 以及他我们所能够讨论的那些大的历史背景 都是建立在欧洲政治的基础上面 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欧洲的欧洲的这种的这种的历史上面来讲 建构了现代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思考 里面其中有个很特别就是中立国的概念 嗯嗯嗯嗯嗯 瑞典跟跟芬兰都是某种形式的中立国 可是这两个中立国呢 当现在呢华萨公约组织都不不见了 嗯他们反而放弃了中立加入了北约 希特勒这么厉害的时候 瑞典跟瑞士保持了中立 是靠武力啊 希特勒对于瑞士的话靠实力不能说是武力了 实力就是说你在瑞士的话对于希特勒洗钱有帮助嘛 嗯然后你要打掉他的话在山区里头也不容易嘛 然后牺牲掉很多人要死很多人 那希特勒本身的一国之力要打遍全世界的话呢 他对于这个人员的牺牲就特别在意 那瑞典的情况呢瑞典是钢铁大国啊 产生各方面武器力量的话呢 然后他他都在斯甘迪纳维亚半岛上来讲 挪威的话呢就除了有油跟海岸线啊啊就对外嘛 所以说这个策略不一样 但是瑞典跟瑞士在二十大战圈圈 为之中立的是靠他们自己的没错 力量实力啊 芬兰有一个名词叫芬兰化 嗯啊芬兰化呢就是说芬兰呢英勇对抗这个苏联啊 那苏联进攻芬兰的话呢好几次 其实苏联的话呢原则上后来发觉说 这个对于芬兰化呢他也是就是 对这个苏联本身来讲就要留下缓冲过 所以说你只要不加入北约 跟我之间是构成缓冲也都是很好 那现在这个中立国的概念呢 实际上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就说明能不能维持这个中立 我要强调啊 爱尔兰这个国家他不是北约成员啊 他隔得很远啊 他隔得好像没有必要去 惹这个浑水嘛 他在军事上相对中立 但是呢 俄乌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就是芬兰就是存亡此寒啊 他有这个顾虑 那瑞典的话呢他更明显的话呢 借这个机会就把这个事情呢挑明了讲 他这个挑明瑞典呢 跟芬兰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因为芬兰跟俄罗斯至少还有一千两百公里的交界嘛 瑞典没有 瑞典的话本身就说第一个支持西方价值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也顺便拍拍美国马屁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真的的话呢 北约情况下的话呢得到一个保护 因为因为普京呢 他讲的话呢也有个弹书 只要你不把武器搞到这来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波罗地亚三小国比较危险 因为什么呢因为波兰呢上窗下跳啊 然后那个立陶宛的话呢 也因为要封锁加里林格勒的这种做法 那比较危险 就是普京已经把他的红线讲得非常清楚嘛 他讲如果你违反了这个红线 那当然大家就要一起一起来好好把这个账算算 乌克兰的情况非常特别 就普京打从心底就根本不认为这个国家可以来搞我 他根本不怀疑这个国家到底存不存在 因为实际上责任实际他基本上是讲俄语的人口啊 那就据说人有语言天才 就是这一百多天乌克兰语说的很好 没错 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有可能就说 突然台语也变得很恋瞪 我生在这 我大人在这 我也死在这 我不知道会不会就出现这种 这种key囊的这种现象啊 但是总而言之你就会发觉说 他们现在的话呢就是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整个政治哲学对不对 从这个欧洲的话呢 这个两三百年来政治完全谈 智力就是马迹为力 然后然后问题就是现实主义 就基本上就这两个概念 马迹为力就是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嘛 你说什么谎话的无所谓 但是你要这个balance power的话呢 就是现实当中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实力嘛 那他们现在发觉说 如果说大家的话这个树倒胡尊散 然后发觉俄罗斯这一次的话呢 好像实力大不如从前 如果他真的闪电战的话 那一下子把克兰打下的话 那大家就更害怕 那现在发觉好像没那么可怕 就这样 当然未来未来 以欧洲来讲的 未来唯一的缓冲区呢 就只剩下乌克兰 那其他人的几乎 没有了 就说的 北约 北约跟俄罗斯的之间 在冷战的时候呢 都都有一些缓冲区 北约呢 跟 跟俄罗斯是不会跟苏联是不会直接开战 因为中间的有有很深的缓冲区 不管是芬兰不管是东欧都一样 可是现在这些都不存在 那唯一的呢就是他乌克兰这一小块 所以乌克兰的注定分裂 他他一定会分裂因为他必须要扮演缓冲区 所以他也不可能的加入北约 只不过我们在看北约的时候 因为你念书你那时候在欧洲念书上个世纪呢 那个时候是北约的 北约的思想跟北约的价值最稳固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一个集体安全体系的防御体系 那同时呢 在整个的欧洲呢 在战后的反省之后 欧洲呢开始走上他的繁荣期 所以呢他也开始寻求呢 欧洲统合 欧洲走在统合的道路上面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呢 欧盟就出现了 好所以呢在那个环境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 是北约呢很保守 北约呢就是呢 谨守一个一个防御体系 而欧盟正在扩张 欧盟呢正在呢正在寻求呢 他的一个欧洲的统合 好可是 现在的北约 你看你看到北约呢 之所除了五次东扩 这这次呢连北扩 他已经把所有的过去的这些的缓冲呢 全部都不见了 我虽然北约的北约的那个约还还是一模一样的文字 可他精神已经不一样了 他的精神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保守的防御性的相反的 他是以防御为名的一个扩张系统 我觉得我觉得北约真的正在执行他的系统性的扩张 那这个系统性的扩张 俄罗斯受得了吗 我跟你讲啊 北大西洋公约现在变成北大西洋加北太平洋 对我觉得这是北半九国约组织啊 你现在我跟你讲你 哎呦我真的不好意思讲啊 因为这个北约这个又邀请了韩国跟日本跑去对话 参加峰会 就这样 其实绝大多数的北约国家 就是按照我在比利时的经验当中 包含我现在同事那个德国人我可能还有比利时同事 我跟他们聊一下他们都会觉得说过去的三四十年是欧洲最繁华的日子 那现在话呢一去不复返以后 就欧洲人是非常害怕过苦日子 我跟你讲欧洲跟美国的差别真的就是贫富的问题 真的就是差别 欧洲人其实基本上啊 生活上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因为你原来就是社会福利嘛 原来就是均富嘛 原来就是高所得高消费嘛 那要维持这种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再加上周遭难民一大堆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的话突然突然冒出来一个军费开支一下子 这个英文叫lions share 就是你最大率比就来拿去搞军费了 这个其实讲起来有一点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说北约变成了一个 有侵略性的一个组织啊 集体安全的理由就像你讲的那个约还是一样 但是现在出现的这种转换的没有一个人呢 除了美国以外我猜想没有一个人是被咨询过的了 都是觉得一路上就像我们这些讲的就是说是你的宿命决定了你的一切 你没有自由意志的了 就是你这样的因为你现在我我一开始说过你北约开会就像你讲 融团会一样你不可能不为了共事 大家一起促进啊你要是不一样的话 当场会骂翻的搞不好就赶出去 都要讲些违心之路 对对对对对对 违背你自己心里的意愿就连土耳其在内一开完会摸摸头了 但是土耳其得到了不少 都坦白讲土耳其是得了 美国得到了不少 土耳其也得到了不少 对对对对对 然后剩下欧洲国家是很惨的 好当北约我我形容北约的文字啊文字是防御的 但是他现在的动作是扩张的 他的结果会不会是战争的 这个是我们要要要留意的 文字上面的描述 这些北约的欧洲的北约国家有没有意识到 北约已经脱离了他原来的条约的精神 他名义上面来来讲他他可能不会主动去发起战争 可是这种的北约的扩张主义 使得在国际地缘政治上面的形式完全改变 你让了你所设定的假想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而最后的如果发生了发生了就不想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到底该怪谁你讲核子大战对不管是核子大战 因为因为在在发生战争的时候 俄罗斯也好北约也好都没有退路了 因为没有缓缓冲区 就是北约的军队现在号称30万的军队 跟俄罗斯的军队一定直接交手 那这里面还包括了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的现在现在的核武化 他今年的2月28 因为这些新闻在台湾几乎是不谈的 对对对 2月28号的时候 白俄罗斯透过公投放弃了他的非核化主张 所以才会有上个月俄罗斯说 我接下去把我的可装测核弹头的导弹 已经开始部署在白俄罗斯 那个呢不会是威吓而已 而是呢一个准备动作 好那当然这个是这个是呢 这个是北约会不会去反省 尤其是欧洲的欧洲国家的北约成员 那你说北约什么时候变的 北约北约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从过去的保守的防疫体系 开始不知不觉当中 带着正义的大刀到处挥舞 觉得加入我的就是代表正义的一方 不加入我的就是恶魔党 那我们就开始要对抗他 1999年 1999年的南联战争 北约去轰轰炸的南联 你凭什么轰轰轰炸南联 北约是没有宣战的 北约是没有宣战的情况之下 你竟然以一个安全防疫体系 竟然去欺凌巴尔干的弱小 然后呢只是包把美国呢 就把包包装了一下之后 就就就就就打了就炸了 然后呢就呢这片面的呢 就承认了科索沃 这些呢跟现在的乌克兰 就是完全复制 你注意到呢看到呢看到这个就普丁呢 在在在批评西方对乌克兰事件的批评的时候 普丁总是举南联做做例子 北约在南联事件当中 北约就不再是北约了 他已经是一个一个一个侵略性的 扩张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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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一个组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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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